亲爱的小朋友 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有许多人经历到耶稣的奇妙 而我如何经历上帝呢 我们好期待 每一天都体会到上帝的平安同在 我们如何行呢 约书亚集第24章 也是约书亚最后一章 我们看到的是约书亚年迈了 他聚集全会众 慢慢地诉说以色列历史 从亚伯拉罕到夏埃及 到神祭阴岛 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金矿野 进入应许之地得着应许之福 他整个分享的最后关键在于 至于我和我们全家必定侍奉耶和华 而他挑战百姓要不要侍奉神 百姓见证说我们要侍奉神 于是甚至说你们不可以侍奉 因为神是圣洁的神 但百姓约应跟神立约 约书亚写下约定 他并且立起石头作为证据 让世世代代要记得 以色列人是跟神立约要侍奉神的民族 约书亚完成了他的任务 在110岁的时候他过世被安葬 他一生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带领以色列人 进入应许之地承受应许之福 这一章的要解是 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 今天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们看到约书亚的人生 他跟着摩西 在探子的时刻 在旷野的时刻 在进应许之地打仗的时刻 约书亚不断选择服侍神 顺服神 跟随神以至于顺利完成上帝的工作 而当要过世的时候 他宣告他的整个家庭要侍奉神 他更带领整个国家要侍奉神 亲爱的小朋友 我们渴望起来经历神吗 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选择侍奉耶和华的道路 在教会当中我们把握机会侍奉 在我们的生活中 把握机会爱人 传扬福音 每天的生活成为我们认识神 服侍神的机会 何等的美好 约书亚完成他的任务 在天上享有神给他的荣耀 神也期待你我 完成我们的任务 得着上帝的平安 我们来祷告 绝苏我们谢谢您 你是乐意工作的神 在过去工作 今天仍然工作 未来有更奇妙的工作 要完成 上帝在约书亚的生命当中 立下了美好的榜样 让我们效法 与书亚一生侍奉 全家侍奉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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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